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个90台 难得我跟民间 民间是老前辈的 那再来58台我跟陈伟如讲 我跟你讲说这个大盘得270点 附近你不用怕 你选择低估的股票 红低不及 那今天怎么样 涨263点 但是高点涨到2026 留下一个上影线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今天你注意一下 今天除了少数的一个强势的股票 下礼拜一应该还有少数 绝大多数 今天强大涨的股票 下礼拜一都应该要拉回来 那除了少数 强势的还有一个震荡走高 但是你注意一下 业绩非常好 今天小涨 比如说我跟你讲 3583我认为下礼拜会打仗 为什么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那这一档股票也是一个call out 那我预估这一档股票第一季的EPS多少 大概6块6到7块2 6块6到7块2 股价场到怎么样 1175 好 你看一下 3583 这一档我预计第一季EPS多少 4块到10块6 那我们起低标 4块9 为什么跟你讲说至少有4块 因为他二月份的单位EPS1.51 二月的EPS1.51 三月的营收比二月来的好 所以这一档股票EPS至少4块到4块6 那我们起低标4块 4块33335 那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我们起高标 7块2 一个低标4块 一个高标7块2 4块是不是7块2的一半以上 那这一档股票多少 1175 好 那你看一下3583 合理应该要到500块 所以这位注意 下礼拜我认为 这一档股票一定是中场红 这一档股票我跟你讲 你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小红 你这一种涨点板 所以明天下礼拜 这一档股票震荡未流上影线 甚至开高做好 再来一档股票这个很强 这个股票还可以稍震荡走高 因为他公告的EPS 1.8不错 所以除了少数 我跟你讲说少数 少数 今天强势股票这一档 下礼拜应该还有走高 但是注意 所以红数 会留下一个上影线 甚至我跟你讲 下礼拜 下礼拜一盘是美国的科技股 表现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但是如果意外 下跌你也不怕 今天好的股票小红 好 再来各位投资 你注意一下 2327这一档股票今天没有涨到 所以这一档股票不管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涨还跌 这一档股票下礼拜一 都应该要上 那顶多是告诉你先下或上 先下或上 那你注意一下 电影供应器的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 那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如果重难再上 我跟你讲 明天下礼拜一 3017 红高就卖 3324 红高你就卖 6223 红高你就卖 8210 红高你就卖 各位你懂不懂意思 好 为什么今天跟你讲说 红高你就卖 因为今天这一档股票你看一下 盘中一定接近涨停板 那明下礼拜一 注意红高你就先卖一趟 3026 3024今天涨停板 哇 3324今天还拉涨停板 下礼拜一 第二天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 301一定强势 还有各位3231红低 早买点 2382 红低早买点好注意 2329红低 早买点但是 你要怎么样 把三档股票卖掉 换到怎么样华泰 一档股票怎么样 2359 今天高点人家已经卖 我就是做这样子的事 你把所罗门 如果你今天有卖在高点的 只卖一部分将来不杀低 弹升上来这一档股票怎么卖 6125 红高 广运红高卖 还有 2465 红高卖 转到哪里 转到 华泰这一档股票 好 那细光子今天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大到涨停板 所以我跟你讲 当时你有听我建议的 看好这一档细光子 你赚了很多 各位投资员注意一下 今天我正式建立投资朋友 昏批卖出 你可以分三个点 分不同的天数 今天先卖一个点 下礼拜如果跌不卖 如果再涨创新高 你再卖第二个点 那如果再拉回来不卖 那再怎么创新高 卖 三个点你卖完了 各位 你已经赚了一倍 可以 你要转到哪里 我跟你讲 6257 还有 3265 3265 你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好 另外一个2368 也可以注意 红低早买点 金像店 好 今天最强势的股票在哪里 各位投资员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说 6449 这一档股票 DGP 1.57 但是他本业是怎么样 是衰退的 他去年第四季本业营业率是1.31亿 第一季本业是0.84 那是因为什么 我跟你讲说汇兑损失 还有他第一季有业外的收入 所以他EPS涨1.5 但是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下礼拜有三档股票会很强 一档股票 博聚 一档股票 272 再来6284 因为 利荣 加帮的业绩都比一帮来得好很多 那一帮涨到哪里 注意 我跟你讲说 下礼拜开始 有两档创新高的被动元件 一帮跟 6207会进入 高档整理 轮流什么 2327 24 72 62 84 那再来我跟你讲说 航运股我看看哪一档股票 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2618 对吧 所以重点股各位投资你注意一下 重点股 缓弹上来都是卖点 你今天有听我的语音你都知道 我告诉你怎么样 重点股人家已经在跑了 严重的高估任何缓弹都是卖点 我给你解释一下 1519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样 今天开高 拉高 我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投资人 杀掉 好 再来1503 这个弹生上来 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宏高 卖掉 1514 这个都是严重高估 所以将来下礼拜有任何 重点股反弹 或许各位投资你股如果套到重点股 你不要杀低 但是如果有 搭上来像样的 上涨行情 各位 你红高要卖 因为 比较出来重点股严重高 我认为中国高估的重点要修正50% 看完没有改变 看完没有改变 那我跟你讲说 可能利用这一档 用这一档 将来还会创新高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将来会创新高 掩护怎么样 所有的重点股出货 掩护怎么样 市电 中兴电 然后这个 华城市电 中兴电 大亚的亚历 一铜 大铜 还有融电 这一个铜 这一个铜钛电工 大亚这一些股票出货 所以 任何缓弹 我跟你讲 重点股 都是逃命 都是逃命 我认为它会修正5成 各位投资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今天我先把这个大盘的方向告诉你 在涨什么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也可以注意 四邦 3023也可以注意 好 那3661 真的跌太深了 掌停板 3443 也跌太深了 掌停板 这个地方这一些可以强力缓弹 好今天有一档股票 2066 掌停板 你怎么看 所以我跟你讲 TVC东洋地保华车 新钱建核心 胡脸貌脸 这个都低估了 这个低估了 第一部分我们先说明 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这里 各位我跟你讲说 日本 你看一下 香港的股市今天还是上涨怎么样 366点 上海A股涨37.4点 台湾昨天跌274点 今天涨怎么样 263 日本股市昨天跌800多点 今天涨怎么样 306点 南韩前天是跌52点 昨天是 前天是涨52点 昨天是跌47点 今天涨怎么样 27点 你看一下日本开始走漏了 香港跟 上海股市开始走强了 各位投资你看一下 香港 有没有 香港 最近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不是 2883点 人家这个地方是不是突破了 我拿给 我给你看 7月11 我们大盘过了这里没有 没有 但是你看一下 香港过了一大段 日本 日本离这个高点还赚 所以这一波什么股票强势 香港跟大陆的股市 所以你看一下上海A股已经占到什么 眼线 那我跟你讲 各位 你跟着我来布局 富士内设 富士内设 我买这个点 到今天已经赚多少 你知道吧 赚了37.1 我买这个点 到今天已经赚了多少 29.1 我买这个点 到现在赚了8.6 我买这个点 到现在赚了6.17 各位 只是要赚这样吗 不是 大陆股市走三连多头 所以你买这个股票 你看一下 你就是怎么样 台湾的股市0050 你买这个地方 到这个高点 你也只不过是赚35% 更何况 这个收盘比这个低 35% 各位 你知道我买这里 到这里赚了多少 37% 所以 这个已经占到连线了 形成多头了 形成的 这个多头才刚开始 所以不是只要赚 37% 这个将来要怎么样 长线是要赚 要赚一倍到两倍的 但是今年我怎么样 我要赚它80% 那将来 各位投资人 我还要做怎么样 做加码买进的动作 各位 大陆股市你看一下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底 这个我们跟你跟你讲 台湾的底部 我是这样判断 19532到19291 第一本一笔已经底部了 道琼我是这样的做判断 对不对 377 所以 昨天打回来 Next的指数 我是做这样的判断 底部 15209 197 好你看一下 昨天怎么样打下来 打下来 我们看一下什么股市 这个大陆股市 你看一下多强 这日本的股市 今天这支长红 各位 长城街走兜头 好 各位零的时代突破连线 好你再看一下 这个涨多 做拉回 所以怎么样 大陆股市 你看到一个现象 什么 为什么它一直不停的涨 涨多的股票要 做回党 没涨的股票怎么样 上 所以 这个涨多 是不是做回党 这个涨多是不是做回党 好 轮到怎么样 没有涨的 轮到怎么样 没有涨的 所以大陆股市 一小不易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有没有看到 PCB又大涨了 整理完了 又涨了 这个整理 又要再涨上涨了 好先前我跟你讲说 金融股 一直创新高 金融股怎么样做整理 高自带整理 金融股做整理 轮到什么创新高 各位看 这个 还有 中国移动 还有 京东汪 还有 腾信 所以跟你讲 大陆股市走三年的多头 我跟你讲 我会也买到护身 各位你放心 一定会让你的赚得笑嘻嘻 我将来还要一直加码 护身还是 一直要加码 所以我 我会买进的护身你抱着你不要乱卖哦 我没有叫你卖哦 我目前都怎么样 只 进不出 护身也是只进不出 因为怎么样底部才形成而已 所以各位护身有大钱可算 那美国的股市 小米 所以大陆怎么样 再一个 涨多 回党 整理 换这个上来 我们同意的 它形成三四党一直在涨 轮涨 所以怎么样 大陆跟 香港的股市会一小不易 好美国这个整理 这个都不要看了 好这个都跟你跟你讲过了 最重要怎么样 汽车 汽车 还有这一个 得以 所以汽车零主件有那么坏吗 你们都看坏汽车零主件 可是 从通用汽车 跟福特汽车 还有得以这个走势来看 最坏已经过去了 各位 所以今天 拉涨您把 2204 也开始怎么样 往上走高 6605 那 这个股票真的有那么差吗 EPS赚18块钱 这个怎么样 EPS赚怎么样 10.6到11.6 这个股价 在151 人家这个业绩比怎么样 比153 1503还来得好 那1503 业绩 业绩业绩比 四电 好很多 四电在30 30 30.5 那湖联在怎么样 6279 所以跟你讲 四电 第 五星 湖联 开始要拖动了 那你再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底部是不是出来的 建合性 好不好 对 好 1519 这一档股票要跌怎么样 我跟你讲 五成 这一档股票一定会大涨 好 接下来你听我分析 好 注意 我跟你讲说 建顶上升支撑线 KDU交叉 好 再来我跟你讲 四电 高标 8块半 股价在31 涨6倍 建顶EPS 13.6 涨 不到他的三分之一 然后股价191 所以这一档股票 下礼拜一 我认为应该中场 这一档股票 谈上来 还谈 我认为他应该要跌五成 跌五成 那是这个 利隆电也是一样 我跟你讲 都跟你分析过 这是利隆电 业绩比他来得好 4块我们的股票 差到161 你真是敢买 4块我们的股票 161 你买了很高兴 6块2起低标 涨8 80% 不到他的六分之一 在73.3 各位 这位上去 为什么 各位投赞你听我讲 这个告诉你怎么样 AI伺服器都跟你讲过了 好 注意 这样下礼拜 被动元件你注意三档股票 因为有两档股票涨上来的 6446会进入怎么样高档整理 6207会进入怎么样高档整理 那轮到我跟你讲 2327 2472 6284来 因为家邦利荣业绩 你比一帮来的好 一帮已经涨到129 结果利荣业绩比达只有75块多 家邦业绩比达只有83.2 那国际业绩比怎么样 比华城好很多 所以各位 那为什么要轮到这三档股票 各位你注意看一下 好今天我跟你讲 建顶我跟你讲过了 好你看一下 我们看这里 各位 我们看看这里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建顶 你看到外资卖你要感到高兴 来 这里 我给你讲这是当时我操作了 我当时操作建顶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这一档股票 我会员当时赚的四倍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34到32规划 这一档股票我印记很好 从这个地方我从底赚到头 赚了四倍 那这个题外话 好 你看外资 18 17736张 卖到剩下多少 8081 外资总共大概卖了多少 18万张 外资这个地方 1647 这个地方剩808 所以外资剩下多少 9700张 所以希望外资继续卖 继续卖 那外资卖完了 各位 这档股票必定大涨 因为 13块6193 8块半的在305 所以轮到怎么样 剑顶上 市电跌5成 国际上 华城跌5成 为什么 各位 我给你看一个 你看 这个大量 这个开盘价461 这个大量 都是在461块 盖上去了 突破 好 你这个地方突破 这个拉回到怎么样 459.5 已经交代了 所以代表怎么样 人家已经锁住了筹码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有一段大行情 为什么 各位你看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我很后悔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不急 投信一直卖 就是洗我的筹码 各位 最高 最 最大的成交量 这个地方是173 那这个地方227.5 好 你这个173 突破之后拉回 撤 这个地方最低的时候盘价173 好等到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这个地方回马梯 回马梯 这个地方最低点是221 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回马梯完了 这个是不是盖是怎么样 盖过这个最大量 所以这一档股票人家怎么样 锁住了筹码 你懂不懂意思 这个地方就是锁住的筹码 人家 好 这个月上来有没有量 就代表这一档股票筹码人家锁住了 人家不卖 你看从这个地方涨到这个 各位 国据 跟 加者 一样 所以国据 各位 将来我跟你讲 一定会超越华城 一大段 因为华城EPS15 去到900多 国据 SAS15G EPS50块 所以从这个地方 各位这个地方回马梯就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的 就是这个回马梯的 所以开始进入怎么样 索筹码的 索筹码的 上涨行情 那国据也是这样 这个回马梯已经交代完了 所以进入怎么样 索筹码的喷出行情 各位 从价量关系来解析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好 再来很快 一般今天怎么样 有没有 业外 这个汇损 他是因为他怎么样 他业外 获利是0.9 那0.9包括了 的汇兑 汇兑获利 还有这样 业外的获利 可是你注意一下 他第四季营业利是1.3 1点 营业利 营业利1.3 第一季营业利是9.47 还衰退 那是因为业外跟汇兑 汇兑收益 让他怎么样 EPS1.57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说怎么样 一般我估计 1块2 那我没有估计到他怎么样 业外的收入 业外转投资入账 我跟你讲说不考虑 业外转投资 好 这个1.57 好 这一档股票涨到这个 涨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拉回来 台新科 拉回来怎么样 加帮 拉回来怎么样 利融 我跟你讲 细格 严重的低估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最后做一个结论 今天已经大涨了股票 不管盘中有人大涨 下礼拜一 容易 做整理或者收黑 或者怎么样再涨很容易留上影线 今天 业绩非常好 小涨的 比如说我跟你讲新银 跟红瘦比较起来 那新银应该至少怎么样 是红瘦的一半 红瘦涨到1100 新银怎么样 300多块 严重 所以新银 你就下礼拜你就要红高怎么样 卖 红瘦 转到怎么样 新银 那 这一档股票 可还可能还会强 因为他低级业绩非常非常不错 好 那今天业绩非常好 股价小涨 比如说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涨到的 比如说这个怎么样 跟一般比较 凸显低估 好 那 我跟你讲 被动 AI伺服器 你注意怎么样 光宝科 建廷 金相电 励志 伪创 广达 可是你注意一下 各位托真 你注意 台药 琴承 还有这一个 双红 还有这一个 奇红 红高 麦 懂你的意思 红高 那今天台积电上涨 下礼拜 也是怎么样 红高 做差价 那今天红海涨了 那明天下礼拜如果还在涨 不追高 红高怎么样也先卖一下 挪出部分的个股 卖那下来有差价再回补 那像AG非常好的 我跟你讲 矽光子的 旺矽 大涨了 你分批卖出 转到哪里 转到台新科跟系格 懂 懂你意思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一个一个怎么样 2359 6125 2465 这三档股票 红高卖 资金可以怎么样 慢慢的转到怎么样 转到好歹 那一些怎么样 业绩非常好的 6176 对不对 2303 4915 4915 2458 对不对 2454 联发科 还有这个怎么样 8081 这个都可以注意 这个都可以注意 所以明天 下礼拜一就是告诉你 今天已经大涨或者本一笔太高的股票 下礼拜 红高先卖 今天小涨 尤其说黑的 第一本来 明天 下礼拜 一涨 蓝碟 各位 你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带进来 加入盲利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该有事 估计划